你们俩现在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两位妈妈 是的 但是今天站在这样一个 充满仪式感的舞台上 站在女儿的两边 怀揣着这么几十年来 彼此之间的过往 你们最想对对方说什么 妹妹 谢谢你 要是妹妹虽然她后来 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 但是对我们的女儿 很疼爱很疼爱 为了孩子上学 她很辛苦 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在这里 我要感谢我的妹妹 是她让我女儿 能够站在这样的大舞台上 为大家唱歌 我们感到很骄傲 以后妹妹 为了我们女儿的幸福 为了我们女儿的展望 我们俩 一定要加油 谢谢姐姐的夸奖 我说You get 谢谢妹妹 你想对两位妈妈说什么 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 是两个伟大的母爱 用她这种伟大和无私的牺牲 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我的亲生母亲 给了我一副好嗓子 而我的养父母 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所以我是幸运的 我也会非常地珍惜 一定会好好地爱我的两个妈妈 今天你的心愿 先来说一下好不好 好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能够让我在家乡的南烟合唱团 拥有一架钢琴 来 请回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心愿 在我的家乡 有很多人都知道我 而且每年春节的时候 我都会回到村里 为全村的父老乡亲唱歌 但是条件又很受限 所以我就给大家成立了一个 叫南烟合唱团 就是让这些热爱唱歌的人 都能够有一个平台 有机会 能够接受更为专业的学习 一起唱歌 一起快乐地生活 在爱里面长大的人 永远不忘记 那些更需要爱的那些朋友们 更需要帮助的那些乡亲们 对 这个特别是佩服两个母亲 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啊 刚才你说到生母当时在学校 趴着窗户看你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 因为这种感情 情感呢 只有真的当父母了才知道 所以说刚才你的故事 真的听得我们 特别的心酸又很幸福 然后呢精益教育呢 愿意帮助你圆梦 谢谢 谢谢 你讲故事 教你自己的人生 我就一直在 稀罗哈拉地掉眼泪 我就觉得蓝天你好幸运好幸运的 虽然你被抱养 但是你看你的人生 真的像开了挂一样 两个妈妈的爱 两个村子的爱 又有一个那么好的老公 哇 你真的是太 太幸福了 真的是 雅致人生女性学习成长学院 愿意帮你圆梦 同时我也希望 你能够把你的幸福人生 讲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来听 好吗 谢谢你 太幸运了 幸运在哪呢 两个母亲都那么的好 你还找到了一个好丈夫 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善良 而且你现在成名成家了 还不忘乡亲们 说明你内心非常有 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善良 那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愿意完成你的梦想 帮助你把爱 把歌声 给你的老乡 给你的乡亲们 谢谢你 谢谢 我觉得我们看了很多悲伤的故事 很少有故事说 有那么一个不太开心的开头 但是却有这么圆满的结尾 我觉得这就是爱和善良的力量 尤其是我觉得更值得敬佩的是杨母 她能够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 在自己有了亲生儿女的环境下 还这么为你付出 所以我们营朗文化也特别愿意帮助你 也祝你们每一个人幸福 谢谢 虽然说爱是不可以比较的 但是我依然要在这两个母亲之间 着重地夸赞一下这位养母 她的家庭条件差 后来还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 但她依然把最好的爱给了兰妮 其实当发现养母对自己的女儿 这么好的时候 生母才有了更加想要 对自己女儿好的那种感受 所以从中最得意的就是兰妮 你的心愿马上就要实现了 再见